台湾生技业正加速拓展国际市场 台康生技18号正式宣布 旗下研发乳癌生物相似药 已经有专属授权的Sandis药厂 向美国FDA递件审查申请 设立的话 2022年底就会在欧美市场上市 在过去2020年2019年 我们在研发的支出 差不多是都是达到8亿10亿左右 每年都这样这么多 给大家一个概念 开发一个生物相似药 头下的成本 差不多是1亿美金 尽管公司经常被外界冠上 生技界台积电的称号 但台康总经理刘立成再三表示 生技业样态与半导体并不相同 以全球4000亿美元生物制机产值来说 只有20%是委托外包服务 国际药厂掌握关键制药环节 就超过70% CDMO虽然带来庞大利润 但他认为研发投入才能为公司 营运中程期带来持续获利 因为这些产品开发会guarantee 我们在10年以后或者8年以后 它会变成是我们的收入 而且是一个非常 这个就是报酬率非常高的收入 不能因为CDMO开始赚钱了 那就把竹竿丢掉了 因为那个产品开发虽然非常辛苦 但是那个产券在那个竹竿里面了 以2021年台康升级营收结构来看 10亿元为CDMO业务 4亿元就来自生物相似药 以运如同道吃甘蔗 在大股东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入股投资之后 台康着手扩产计划 竹北厂2022年产能 将从目前的1万升扩大到2.6万升 等于明年产能增加近三倍 这些最主要的原因是 满足我们一个是客户的需要 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将来 在这个CDMO业务上扩张的需要 我们的做法是两个都重要 那相对的在目前来讲的话 大家慢慢的发现说 这是一个对的方向 过去难以治愈的疾病 随着蛋白质药物问世有了转机 全球生物相似药市场 到2025年渴望达到800亿美元规模 也给中小型药厂新机会 除了泰钢生剂 国内药华医药 罕见疾病新药12月拿到美国药证 将其进一线用药清单 抢供上百亿的PP市场 此外国内中天生剂集团成立以来 已经成功推出三款新药上市 台湾在生剂医药产业 可说好消息不断 新代预设支撑室文童 台湾台北报道 公司 公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